好 大家好,我是Kerry 平常看到的方便很高 高級一點,然後發現要開 開了開了開了 那今天要來討論的 topic 是 Generalization 那,對,有點不好意思就是因為 我因為是下一個月的講者 但是因為我下一個月之後要去大陸工作 所以就有機會提到這邊來 那,因為這裡面的,便宜就第13章嘛 所以裡面有一些數學的算 數學的,有一些數學的部分 他會用到第12章的東西 那,在這邊我們 比較不會討論,所以今天這一章 我會比較偏向討論它的物理意義的地方 那,如果你有一些數學 推導的東西,你想要找 想要討論,可以試一下想要討論 這樣子 那, Generalization 它 比較好的翻譯,它就叫般化 好,在開了之前,那我就先 提出兩個問題,那 可能已經有些有點程度,已經覺得這個問題很簡單 那如果不知道這兩個問題的人 你可以等一下從ProPone裡面去看說 欸,要怎麼知道這兩個問題 那其中第一個問題很有趣的 它也是我以前曾經面試過 遇到的問題,然後我覺得 欸,這樣哪一個問題 就是比如說,我們 有一點基礎的人應該知道 Regularization 這個東西,那還有分L2跟L1 那,那時候我遇到一個問題 你就問我說,那L2跟L1 這個Regularization 它是Based on什麼樣的架設 等一下,今天這張會提到 那,你們可以去看它是在哪裡 它沒有講得很清楚,沒有講得很明顯 但是,它有提到 然後再來是 再來是第二張的 這張的還有另外一個重點是 我們在選擇 那個Regularization 的時候 前面會有一個Parameter 那那個Parameter 通常會是大家亂試 對不對 那這張有講說 有一個方法 在那個Based on的那個 Framework底下 它有一個Ogorithm可以去 決定那個值 那個值 那為什麼 既然資本書有講到說 可以 不要我們亂猜 決定那個Parameter 還有Parameter 那既然有這個情況之下 為什麼好像我們 平常沒聽到這件事情 在資本書提到 那我們來討論一下 它的實用性 因為我覺得它可能是 因為實用性的關係 所以我們才不常聽到 這個演算法 好,從從 好,那今天我的那個 Fourline就是 會先講這篇的目的 然後這邊的一些理論 然後還有就是 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還有overfitting 是什麼意思 然後再來是 比較常見的幾個 generalization的方式 然後 提到 然後再來會提到說 這本書幾個都講兩個 就是Early Stopping 跟Regularization 那 那因為Regularization 要決定那個Parameter 所以它有提出一個演算法 Pay SM Regularization 去決定那個Parameter OK 然後還有去 它最後還有去比較一下說 Early Stopping 跟Regularization 它們之間的關係 好,那我們主要做的目的呢 就是 想辦法讓我們的模型 不要那麼複雜 然後去剪 讓它去可以更好的去 去fit我們的beta 然後 但是 不要去改變 我的模型的架構 就是我模型如果已經定好了 我希望用的方法是 不要再去改變模型的架構 用其他的方式去做 模型的複雜化的降低 這是它主要 今天這個charger的目的 目標 好,那先介紹一下 generalization的定義 在這本書裡面 它講到說 generalization的定義呢 就是講說 一個被 訓練好的 network 那 我希望它可以generalize 那它可以怎樣 它可以perform 一樣perform很好 在一些新的狀況之下 那現狀況之下 就是要講的就是新的data 就是我今天如果 我們的pommetion instance 表現很好 希望它也可以在 testtest上面表現很好的意思 那 主要幾個常見的方法有 growing 跟pronging 跟global search 然後還有後面主要是 它兩個要講的 regradation跟early stopping 那因為它 其他 前面前三個的方法 它沒有很清楚的講到 很清楚的去介紹 那我這邊可以跟大家講 一下就是 前面那三個方法 主要是什麼 其實我們也很少 應該也蠻少見到的 而且在deep learning的時候 其實蠻少見到的 那它的growing 其實就有點像是 講白一點就是 我一開始只是用簡單的model 可能neuron比較少 然後讓它慢慢去neuron 變多而已 然後讓它變更複雜化 然後選一個neuron 選一個model 比較好的 它generalization 比較好的model而已 然後 第二個 那個pronging 它就是 它 中文應該就是 像是採檢的意思 那 它這個machine learning 就比較 在演算法的machine learning 就很常用 那我不知道 你們 知道是哪個嗎 像在那個decision tree的時候 是不是就有遇到說 我們那個decision tree 它往下展 往下展 會讓 會讓它那個 我如果今天設定一個模型 如果它 它是那個 decision tree 如果它長得太複雜了 它那個node 跟node太多了 往下階層 長得太多了 我們會做一個這個動作 就是pronging的這個動作 對 那因為這邊 順著書比較講的 會地圖論點 所以它沒有在這兩個 growing跟pronging 這兩個 議題上面做太多的討論 那growing search其實 就是只叫你換不同的model而已 那也沒什麼 沒什麼 討論的地方 好 那 好 所以接下來 就會以regulization 跟early stopping 去做討論 這邊有一個 它 不過可能有 Oper Lab 有一個叫 新的技術 neward application search 嗯 這個設備 裡面有講 它 可能會利用 比如說強化學習 或是遺傳也算好 在一個 先定義好的基本架構 去找一個 最佳的 一個模型 也有一個這樣的方式 對 我記得它好像有提到 它是在那邊 global search那邊 好像有點 幫你講的那種 對 好 那今天我們先簡單定義的問題 就是 如果我的dataset 是p1 然後target 是p1 然後到q個q個sample 那 我今天有一個function 叫 function是g這個function 那 它由p 它由我的那個 feature產生嘛 這個p其實就是我們的feature嘛 它feature產生 然後 它產生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 會有noise在裡面 所以說 它再加上noise 就會等於我們的 那個target 等於說我們在收集資料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我們的input 然後進去之後 真的拿到的output 可能是有noise 在裡面的 那 ok 然後這邊定義一個 loss function 就是 常見的那個 sun square error 很明顯 它是一個sun square error 那我們的目標呢 我的目標其實是 希望我們neural network 可以去逼近 這個function 而不是有noise的這個function 而不是有加上noise的這個狀況 是比較希望 是它比較generate一點 它是可以fitter出來的那個network 或是像是g的這個function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繼續 好 那 那 講generization的話 就要提到overfitting 那overfitting的意思指的就是 我今天在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幾個圈圈嗎 這些圈圈 它其實是 仔細看的話 它是一個大圈圈 裡面又有一個小圈圈 小圈圈裡面又有一個 十字交叉的圈圈 十字交叉 可是 這邊圈圈看不出來 它就是一個大圈圈 然後裡面又有一個小圈圈 然後小圈圈裡面又有一個 十字交叉 ok 然後大圈圈的意思指的是 就是 我剛 我們前面這邊看到的那個 這個t1的那個值 就是我們t1的值 然後 裡面的小圈圈又有一個 叉 它現在都從別的 所以你可能看不出來 那 那個是 我們模型 我們模型的 output ok 所以我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當我overfitting 是什麼意思 就是 我的模型可以很好的 跟我的chainset的資料 完全的密 完全fit fit住了 所以我會發現全部fit住 所以它的那個 預測出來的曲線是這樣子 彎曲 上去下去 上去下去 然後到後面這樣 這樣 過去 ok 然後 藍色線是什麼意思呢 它其實藍色線的意思是指的是 我們上面那個g的這個函數 的curve 是g這個函數的curve 所以可以發現 其實我不是要想要做到的 應該是 藍色這條線 我需要我的模型 它 去逼近的時候 我的模型 我的模型出來的 模擬出來的 一個函數應該是比較 可以符合藍色這條線才對 所以在前面這個狀況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它overfitting了 那 它這邊有沒有其他的術語 就是poor poor interpolation 那這個字就是 那個 內插 內插的意思 其實 對 就是講的有點像 我們在做regression的時候 我們內插做的不好 內插做的不好就是 我們的data 跟data之間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找到 data跟data之間 然後 那個地方 我們可能沒有data 但是我們想要預測的data 會預測的不好 ok 所以這邊就是poor interpolation 然後這邊呢 這邊的狀況是 就是 我沒有我training的data 我沒有我 我在training的時候 沒有那些data 然後 但是實際上這邊曲線長這樣 那這邊會說它叫做 poor interpolation 就是 呃 是外插 就是外插 對不對 ok 就是外插 外插做的不好 那 以前高中在學的時候 就有學嘛 如果我們是求 兩點之間的 預測兩點之間 那就是叫內插 那預測兩點之外 就叫外插 其實這個意思就是這樣 那今天它主要overfitting講的是 這邊表現不好 不是講這 這邊表現也不好 沒有錯 但是沒有要focus在這邊 因為本身來講 我的模型就是去泛化 泛化說 在我data附近的點 我也要表現得很好而已 所以 這邊 這邊 我們這邊這本書 就是沒有提到 因為它其實也 不是我們模型本身要去做的事 就是 就是去 呃 這邊這邊沒有資料 所以我模型根本就沒有訓練到這邊嘛 對 這邊我 我可以提一點的觀點 呃 像比如說你在做資料分析 Data Science 或是 或是AI相關的事情的時候 那 有時候你會泛化結果 不是很好 有可能就是右邊的 然後你跟老闆講說 你資料不夠 老闆就說 資料都給你啊 你那麼多資料給你怎麼會不夠 你就可以修這張圖給他看 比如說你給我的資料 分佈它的整個那個 Data to Regency 所以必須要去收集 右邊的資料 不然 模型的 behavior很難預測 對 那 Jason講的意思就是 其實用個簡單的例子來講的是 如果你要預測股票的話 你 如果你的Data只有 比如說我只有 2019年以前的股票的那個資訊 漲跌幅 我要去 然後我要預測2019年之後 那這本基本上辦不到的事情 因為你就只是在用某個時間點之前的Data 你就只是在做內插而已 但是你想要讓它外插也做得很好 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你的Data有跟 你的Data除了這種簡單的維度之外 還有就是有cover到real case的情況 就是可能是未來的時候的情況 未來可能 就現在遇到的狀況 可能未來也會遇到 那就有那個機會 但是如果你只是單純的看到別人說 用一個RMN 然後要去做regression 然後跟你講某一支股票 在什麼日期是它的漲跌漲值 然後它的股價是怎樣 股價是怎樣 這樣就想預測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除非是就是有用到一些其他的資料 那還比較有可能 比如說 比如說公司的資產 那公司的資產可能 它跟時間沒關係 所以你現在預測公司的資產 那個資料的跟股市的那個關聯度 在未來也是適用的 對不對 也是會有適用的可能 但是你要怎麼去收集資料 然後你要怎麼去 你的資料到底跟你的那個 要train你的那個因果關係 是不是有存在的 因果關係越強烈的話 然後訓練出來的那個機會就可以打 其實就是統計出來的效果 還有統計 統計的那個結論存在的話 基本上是做得到 但是如果沒有就做不到 那這邊講的就是沒有的情況之下 好 那再來是我們要怎麼去評估我們 我們現在是希望我們可以做到 取得regression的效果 那我們要怎麼評估我們 我們要怎麼量化它 那我們要怎麼量化它 我們要怎麼去估計它呢 就是我們要有一個test set 那這邊有提到 主要最重要的兩點就是 我們的test set 一定要完完全全的 是在training完之後拿來用的 那我這邊反問各位一點 因為我如果今天要選 我今天在選hyper parameter的時候 就比如說我在選lending rate 很簡單選lending rate 或者是選 模型的neuron的個數 不管 這種hyper parameter 那我在training set 訓練好之後 我在test set看結果 然後發現不好 然後我再 再換一下lending rate 然後再來test set看結果 這樣可以嗎 如果好像大部分我們就是 就是那個把它切成 trainning set跟test set嘛 好像也沒什麼其他人 但其實這樣是不行的 其實正常來講 比較嚴格的方式 應該是要切成三個set trainning set跟validation set 會有人講叫deft set 然後再來是他這邊提到test set 因為test 因為像我剛剛提到那個例子 我在選hyper parameter的時候 我用test set來做 那其實你就只是 用 你就只是 用不同的lending rate 去overfitting你的test set而已 所以你的test set還是不能去決定 你訓練完的這個結果的 generalization的好壞 所以你要再多切一個 來決定hyper parameter 然後多切一個出來 叫validation set 然後來決定你的hyper parameter 決定完之後 OK 我不會再做任何的更動了 然後我再去看 我的這個模型 這個狀態之下 他的generalization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這樣test set去做 那如果你發現不好 你是不是也要重做嘛對不對 那等於說你就要把你的generalization 你就要把你test set 把圖案set跟圖案set全部再打亂一次 你不能把它固定住了 你不能把它固定住了 就是因為你 等於說你要重來嘛 所以你就要把整個大型孩 從今再選這些sets出來做 然後再來第二個更重要的狀況就是 我的test set跟我的real case 或者說我的所有的situations 是要cover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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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可能會覺得這段話像廢話一樣 但是其實有時候我們遇到一些 嗯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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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 R&SET 跟 PEST SET 不會去給它動大圍 那我以為想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剛剛提了一個很棒的問題 就是說那個 Hyperparameter 裡面到底有沒有用 TEST SET 去看 我會理解那個 parameter 本身是 你一定不能用 TEST SET 去看 因為你就會 overfit 然後你的 parameter 就會因為這樣的 overfit 成 對 就去 overfit 那可是為什麼 Hyperparameter 不能 就是說 Hyperparameter 概念上 譬如說我們就 focus 在 R&SET 這件事情 我其實我把 TEST SET 放進去 然後我選到一個 R&SET 但因為我在實際在 training 我的 parameter 的時候 其實我去看這個 TEST SET 那 why not 就是為什麼不行 我沒有理解 因為我們的 Hyperparameter 不是要選嗎 對 但是因為它對於最後的模型是沒有影響 就是我不會 overfit的問題 喔 我是講說如果有一些情況之下 對 比如說今天已經 overfitting了 今天已經 overfitting了 然後你 你看到 overfitting的方式是不是就是 TEST SET 但我們想要避免的那個 overfit 是說我避免我 model 產生出來的圖 比較像那個黑線那個圖 對對對 所以它的影響的地方其實主要是在 Parameter 就是 Parameter 被我 chain 的過程中 會被我 chain 的過程中 會被我 chain 的過程中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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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所選的他跟 Parameter就會 對阿 對於他的 Parameter 的區間 對 就會有影響 對 可是 因為我現在有點搞不懂 就是說 因為我選R&A的話 其實譬如說我選R&A 它影響是我在每次 chain 以後 譬如說我到低谷的時候 我沒有能跳過 但是我並不會去影響到那一條 克服被我畫出來的曲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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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懂你意思 所以我剛認定可能舉的意思沒有很好 如果真的要舉到比較像是 Regularizing 前面那個 Parameter 會比較好 因為那個就不會去影響我們 那個 因為曲線就是固定的嘛 對不對 你所說曲線固定的情況之下 對 因為我的理解就是說 OpenFin 其實我在避免是這個曲線 讓我們完全的跟資料的充分 這是一個OpenFin 然後我犯話的時候就會失敗 可是R&A這樣的東西 對我來講 它是 它 當然應該說在特定的情況下 它會影響 因為我認為太大太小 導致我在跳通某些人 那次碼的時候跳不出去 或是跳的時候產生問題 但它並不會影響到這個曲線的漲響 對 對沒有錯沒有錯 沒有錯 沒有錯 好那R&R不是一個很好的 講這個case 然後但是 Regularizing 前面那個Parameter就會 因為Regularizing 前面那個Parameter 它不會去影響 欸 其實也 它不會去影響這個原本Original的Curve 然後還有 會去影響 因為我是已經把它 加到它的Moss function裡面去了 對不對 對 所以會去影響它嘛 對 一般的操作上 基本上 Tester盡量不要 不要到它去 對 因為它 它是你唯一可以來驗證 你整個Model 是不是可以 接近Real的case 那你拿它來當一個reference 那中間只要有任何一環節 它好有一些correlation 那你拿最後的那個 存出來的結果 其實就有bias 好 就盡量把它隔離 就是 就是怕我們今天會 我完全知道這個概念 我也完全就是 對 我只是在想那個背後的rhythm 因為我就是剛剛那個 任意外面來講 對我要講 那個rhythm有沒有打通而已 那個是不是因為在back progression 欸就是在做back progression的時候 其實你那個alpha其實會用不到 然後 因為你在用這個所謂的那個training set的時候 因為它會決定你跳出去的程度嘛 對 但是如果說你這時候是不是alpha被 就是alpha你覺得它是沒有差 然後然後testing的時候 某種程度來講就是影響到你原本model 那跳多的那個 因為你拿到這邊來 就是它就知道說 我這邊要怎麼跳多才會得到最小的 然後我在跑 我在想說 是不是在back progression的時候 其實因為它有用到 所以它已經 所以它已經 其實是 其實是 就是跟某些我們沒想到的地方 其實它還是有關聯 對 對 好 為什麼 為什麼 我一直想說我們這樣 是 假如說有一個場景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是把training 就是把一個 一個 讓你下火 然後 然後 打出 testing 跟這個 最理想的狀態下 你的testing 來源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不是 從一個大資料體裡面去切 因為這邊的收集 它可 如果是IID 就也蠻差 問題你沒有辦法知道 你的beta是IID 如果不是IID 就 因為你更要嚇我 那就是說 我如果想不到 一般 做shuttle處理是 讓它在training的時候 不要去 因為順序性的相對 那 如果只是說 做shuttle來分 那個training 跟test 那 因為 這些資料 就是 分布 它們在經過shuttle 之後 它 會更趨向 同樣類似的分布 所以 它的結果 有可能 你training出來 model 然後 revaluation 很好 然後testing 也很好 可是拿到真實的世界 就完了 因為 你在做前面的這些組織的時候 這三個模型 它的distribution 經過你shuttle之後 它是變成分歧師 所以我來說 你的test set 最影響的狀態 是要完全 獨立的來源 跟你原本 收集 然後做training 這個 跟validation 的set 是完全不同的收集 實際上不一定是 就是 不一定有這麼美好的狀態 對啊 當然不會有這麼美好 那你在真實的test 你就是會遇到 我以為 我們自己 我們公司的 其實就 有類似這樣的 困擾 需要解除 對 對 因為 你收集的data 這麼多 但是外面的世界 不同的機器 不同人員的操作 各種 比如說 光源什麼的 它就會跟你原本 收集的data 就是為了相異 所以它performance 就一定會掉 對 這時候最好的做法 在以前我們老師來講的時候 是說 盡量要收集的data 你盡量要趨於自然界的分布 那 沒有 我講的是說 你今天拿來訓練你的模型 跟拿來驗證的模型 最好不要是同一個來源 因為 因為 你如果 performance掉 你是不是應該 再把那個test 再把它丟進來一下 如果 再把握在一起 對啊 這個就是說 你只能解決說 你今天color 要領域 包含了 你現在收集的data send的分布 就是剛剛 這圖的用邊 它沒有 沒包含有資料 那你模型怎麼預測 不同的模型 它的結果就 unexpected 它絕對不會跟原本一樣 不可能像左邊 甚至你overfill 你都不會跑 那它會 好還是不好 還是很差 根本沒有要預料 那你如果 你的testing來源 跟你的channel來源 基本上是 一模一樣的 你可能 基本上就是在 在fit同樣的data而已 我覺得Jason的意思 應該是講說 他講不同 不同來源的data 應該是 他希望test set 更像是real case的data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講 應該說 真的沒看過 對 真的沒看過 而且又是真正會遇到的狀況 限時 你沒有辦法真正收集到 可以coverage 全部scope的data 那是 基本上是 不可能做到的 那今天 你要確定你的模型 generalization 是不是go 那test set跟trans set 是不同來源 是最容易 比較 confidence 是比較高的 因為不同來源 它的generalization 都可以維持 某個水準 內 那表示 你的模型 順便出來 是夠誇張的 但是以前 不是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因為就是這樣的狀況 就是真的 沒辦法再拿到外界的data 因為它很受限於 所以它其實 你剛才講說 真的拿外界的資料來驗證 我們稱為這 Robotist的 的驗證 就是說我要怎麼去證明 我這個 這個model真的是在 anywhere 都可以去 ok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這時候其實我們有問 可是我們沒有 直接答說 像剛剛有講到說 當你真的拿真實data的時候 然後拿去驗證 你現在自己做出來的這個模型 那即便是 你之前都是在tested的時候 做得好 但是你真的被外面的資料拿進來 就發現你模型是不行的 那這時候 我要怎麼做 是regen這個model 可是regenmodel的話 那你是不是又跟原來的東西 又不一樣 那所以這個 外面的資料 到底要怎麼被揚進來 我們這邊一直都 還是沒有寫學料的問題 沒有就是你 把整個data的distribution 會cout比較多嗎 你就是這其實就是 就是資料越多 big data的威力嘛 就是它並不是因為資料多 是它的carbage越廣 所以在你資料分佈的越廣 你要去彌合它真實的狀況 它的那個曲面 或者是虛體 它的這個複雜data的方程式 相對的是比較容易逆承 對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當你今天假設發現 你被外面的資料打滑 你模型這個文件 就是穩定度不懂 所以你的testtest 才盡量要是獨立 如果你的test 訓練出來的結果 在te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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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它的結果 它會掉 但是它還可以 keep在一個 夠qualified的範圍內 那表示 你的模型的 訓來源是共通的 對 那如果今天 你訓練得很好 然後去測你的test data 亂七八糟 那有兩種情形 有可能是overfit 這是今天的一個主題 另外的原因就是 這兩個data的來源 其實是有重疊的 對不對 應該 就是 就是說 應該說 你原理的train set 的distribution 是偏頗在某一個部分 如果你那個distribution 沒有兩個outreach 不一樣的話 那就是在講外差 對對對 就是在講外差 對對對 因為現在是真實的狀況 就是說比如說 那你就會 我覺得你剛剛的case就是 你要一檢討 你的train set 跟test set的資料來源 跟外界來源 到底是不是有match的 這個東西是受限於 就像剛才主持人講的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今天可能 在做一個生物性的資料 那現在受限於現在的 實驗資料 就只能拿到這個樣子 那當後來 可能它 就是可能過了幾個月後 它這個實驗 就突然就是 有一個 這長組的進展 拿到新的資料之後 那它才會去補足到 有它的population 可是這時候 你的運營已經做好 你的model了 你這時候在哪裡 就發現怎麼一打 就被打開 是不是因為你的資料 本身跟時間有關係 沒有 沒有關係 就是它可能是 就剛才就跟那個 什麼之前講 distribution 有關係 對 那為什麼 那時候你前面的訓練 你卻不選 那後面你卻不選 OK 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我們假設在做一個 蛋白質好了 在早期的話 可能就是在做 這個蛋白質固定的時候 它可能的結構性 它就只能針對 某一些特定的結構 但是如果說 到後來 它的實驗 就是後來我們發展了 比如說用一些什麼 什麼NAR之類的 那個東西去做固定 那它們就可以 產生更大的 就是更快更多的資料 但是跟這個前面的population 就有可能會是不一樣的 但是因為我們基於前面的 這個population 我們做出來這樣的model 所以新來的資料 然後就可以讓這個整個model 我覺得不夠 可是我這樣聽起來 還是是 還是是因為你之前的destribution 後來你會變得比較大嗎 對不對 聽起來還是 還是是 還是是因為你destribution 沒有卡不到的關係 對 因為你原先就是沒有這些資料 實驗資料的data 所以這個這樣會不會很一樣 所以這是 就是應該就是做一個 小的那種mini-batch 就是 新的 不一樣的 當成mini-batch 再去update 就能model 喔 也可以這樣 每次有遇到不一樣 對不對 就是mini-batch 就去update一點 是有人會故意做一種model 我那時候有看過一種是 它就是故意 有一個model是 兩個地球別人就是不一樣 然後它就故意要讓它transfer過去 所以我記得有一個名稱叫transferring 就是transferring的目的 好像有一部分是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的destribution 是不一樣的也沒錯 但是我還是要可以用它這邊來 但是那是另外一個 我覺得那已經變得另外一避別 就是transferring 已經不是在講humanization 對 這是另外一個 我覺得那是另外一個避別 就是如果你今天destribution 你知道不一樣 那你還是想要做得很好 那不是humanization 是transferring 好 那我繼續 好 那就是 好 就是注意這兩點 就是 看起來很簡單的這兩點 但是就是會不會 有時候會不會已經就是 沒有做好 欸 我想要再總結剛剛 剛剛我突然想要 蠻好總結剛剛那個 你那個問題 就是我們 我們在講 overfitting的時候 是overfitting loss function嗎 就是overfitting那個字 我們希望在tendingset的時候 可以很擬合 擬合這條曲線 因為太擬合了 所以overfitting對不對 然後 我如果我們今天要看 generization的效果好不好 我們是不是又定義出了一個 一個 一個數字嘛對不對 那其實那個數字就是 把我的taste換成taste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 那好像今天 那然後我去改變他的parameter 然後去看我的taste set 你是不是也是在做一種類似 像在taining的動作 只是你是換不一樣的 之前是算不一樣的parameter 因為在taining的時候 就都換不一樣的parameter嘛 那我在看taste set的時候 如果你換不一樣的parameter 是不是好像又在做一種taining 但是去過度你和你的taste set 就是前面的overfitting 好像是在overfitting 我tainingset放進去的那個loss function 我如果改變了parameter 好像是在overfitting 我把taste set放進去的loss function 所以我應該要 所以我覺得 你應該可以這樣總結 可是你只是在overfitting 不同的階段而已 所以我們才要切三個 等一下要提到第二個 就是variant set 好 那它這邊要講到就是cross validation 那variant set 然後切成的 一樣是要能夠可以代表所有的 遇到的真實case的狀況 那這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是通常切的 這只是經驗而已 就是會切70%當taining set 把一切成15 然後去切成15 那通常經驗來講就是 如果data越多的話 這兩個就可以放越 percent可以放越少 如果今天我的data很多很多很多 我其實可以95%的taining set 然後這兩個就很少 因為這邊的 因為我只要很多 所以就算是只有2%5%也夠了 所以這兩個會比較少 然後這邊就有看一下 好看一下early stopping 那藍色的線就是 黑色的線就是我taining的時候 的loss function的值嘛 然後一直往下 然後每做一個epoc 就是interaction 每做一次 我就去檢驗我的loss function 的loss function的效果怎麼樣 然後ok 一開始兩個都一起往下 往下走 往下走 但是到這邊的時候 一開始 chaining set chaining set 就是我訓練 是用chaining set的 來訓練 所以它繼續往下 這很合理 因為一定都是要往 就是已經要往minimal minimal的地方走 但是 如果我的loss function的data 是用loss function 來畫那個曲線 其實它已經不是在往下走 它就上去了 因為你已經overvitting掉了 它就上去了 所以它的early stopping就是說 在你overvitting之前 不要再訓練 就這麼簡單 就是早一點停下來的意思而已 那這邊就有講到兩個是 有早一點停下來的 跟沒有早一點停下來的 有早一點停下來的 會發現黑色的線 會跟我想要的藍色的線 比較接近 然後沒有早點停下來到你後面了 就低這個階段的時候 它的黑色線開始這樣上下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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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較不好 比較那個 它的error就比較大 它再把loss function的error 就比較大 效果比較不好 好 好 剛才剛剛 我覺得 那個chaining set 跟basset 那個有部分是沒有在講出 就是說 今天講說 我的資料值真的很大 應該是我要把我的chaining set 降低吧 因為我的population 可能應該是夠 就是distribution 可能就是會夠 所以應該是chaining set的降低 然後在我的regulation跟taste 這邊也會放到 因為通常到最後 我們的basset set跟test set 到最後只是拿來檢驗而已 就算到時候檢驗出來 你還要讓你什麼都確定之後 你是不是還是會把全部再丟回去 最後我們要訓練 對啊 你知道最後我們不是在訓練最後一步的時候 還是會把test set丟回去 這訓練也是嗎 所以其實我是希望我在chaining過程中 資料越多越好 然後我的檢驗資料只要足夠就好 所以如果今天你確認你的資料夠多了 我們的basset set應該是會比較少 對 那 對 因為這兩個設置只是要來檢驗嘛 因為之前我們是沒有把它丟回去的 就是直接當作是 不動了嘛 對不對 對對對 一般不會把它丟回去啦 基本上這三個就是 就是都是 整個training就是用training set 可是我看過有些人的做法是 training完之後你的Halleline決定了 你的EPOC也決定了 你什麼都決定了 我們就把所有資料丟回去 因為這代表說 你說完資料整個丟回去是要靠錯的 我聽過玩了一個開口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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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測試 你已經全部測完了 全部都結束了 然後 OK 然後準備要交你的成績出去了 我們就會把全部再丟回去 然後再 那 那只是把 讓你的資料丟出來 對啊 但是實際上 那個 整個training模型只會 動用到training set 不會把 對阿 所以剛剛如果照這樣說的話 應該是 假設你的資料集很大 全績設定應該要變小 沒有 照他講的說 因為你的資料集夠大 所以 因為你的 redation 跟 testing set 要夠代表性 所以要足夠代表性 不然 你一個小小的資料集 你就讓他決定說 你的模型 所以我剛才講說 testing set 那邊要變小 然後那個 沒有 他講的前提是 你的整個data set 非常大 對 所以 在這情況下 你切得出來的 redation 跟testing set data 也很多 如果你的資料集很小 的情況下 你的redation 跟testing set 就不能太小 這比例 可能就是 變成說 7 redation 可能只有6成 然後 2成 2成 是要做 但是如果你的資料集 好幾百 上千萬筆 那這時候 你可能10%的redation 也很多 絕對數量 絕對數量很多的情況下 我的比例降低沒關係 因為我想說 因為我那時候想說 如果你的數量其實夠大的話 那你就是很容易 應該就很容易找到distribution 所以你應該那時候就可以降低 因為你用少少的資料 其實他也足夠帶他的 但是你不知道 你的資料你拿掉這一些 是不是 是不會影響到 因為 一般現實的資料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說 這個資料是屬於分布的哪一個點 你沒有辦法可思化分析說 所有的資料在整個數據的分布 所以基本上是越多的資料進去全會越好 因為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我今天資料很多 然後我的train insight 夠多了 百分 insight 也夠多了 test 也夠多了 都夠多了 我今天又有1萬筆資料出來 你會覺得你想放在哪裡 新的1萬筆資料 應該就是 應該是會比較 會放在test 因為通常我們就希望train insight 越多一定可以訓練 會資料量越多 就越不會overfitting 我猜他是會省錢 省錢 省錢 省錢是意思嗎 因為你要省一個計算時間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送進去他有可能會打破你原本的 就是他有可能是比較 雜訊比較多的新的資料 那我只是假設而已 因為他不一定是新的 他完全體訓片 跟裡面都完全一模一樣 都一模一樣 你就是突然有一批新的 跟裡面全部是一模一樣的資料而已 你會想要把它放開 而且你已經知道這三個都放在哪裡 你講的那個 雜訊的問題 也不亂 等一下你大概會講 有一個小段來講 等一下可以 一般會做資料前處理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後面 會做一些方式來 比如說有一種技術 我上次講過你 叫label smoothing 我之前在讀書會 有一個 這個圖講人 他也有介紹這個 這個技術 然後最近也把它用上 還有做所謂Data Mesa 它Data Mesa主要是 讓資料和目點 能夠cover更多 但是他也有部分這樣的一個效果 就是他 基本上這些目的都是會 可以減弱這些noise 好 反正如果資料真的都夠多 你想放哪裡 我的每一件 只是習慣做法是 如果還是覺得有點不夠多的話 會放在全體設定上 好 然後 那這邊 這邊 剛前面講的是W 那現在這邊講的是 Regularization 那他主要就是會加了一個 Penalty 在我的Lost function的後面 就是這邊 那這邊的X是全中 因為我們通常 符號用的是W 那 嗯 OK 然後所以可以看到說 如果我的Alpha越大的話 我在做 Back Corrugation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會 減掉比較多的 就是我全中 就是會被限制在比較小的地方 因為 因為這邊 這邊去做微分的話 就是 2Alpha X 所以會減掉2Alpha X 所以如果Alpha越大 就會減越多嗎 所以我的全中就會越小 OK 所以這Alpha 去控制我全中的大小 我們先這樣理解 然後 A的平方 其實就是L2的那個 標準做法 好 那 他前面這邊還有放個β 平常我們不會去放他 不過因為今天 他推倒的時候 會用到 所以他前面放個β 所以我們要看的話 是看Alpha跟β的比例 所以Alpha跟β的比例 如果越大 就Alpha越大的意思 我的全中就會越小 好 然後這邊做了一個簡單的Example 可以看到說 我的Alpha跟β是0的時候 就是沒有Alpha 沒有Regularization 那個Term 就他的Overfitting還是很嚴重 然後 開始有0.01 從0.25好了 0.25 0.01 然後 有 有那個 Regularization 可以比較 FIT 做的男生那條線 然後 如果我的Alpha更大 我的黑色這個線變比較窄 因為Alpha越大的話 Omega 全中就會越小 全中越小的話 全中越小的話 它的那個斜率就會越小 就是如果我們舉Sigmoid裡面的那個 裡面的那個力 就是我們不是會 全中乘上Feature嗎 所以 成中乘上Feature的話 那個全中期代表是斜率的意思嗎 所以斜率會越來越小 沒有什麼變化 沒有什麼太斜 不像這邊會斜上 斜這麼斜 這邊然後這樣斜 然後這邊就變這樣 然後如果我單純去分析 分析 一個 Neuron 單純去分析一個Neuron 在不同的Input的情況之下 然後我裡面有一個全中的值 是2 然後 到 最上面是2 然後最下面 然後我放不同的全中的值進去 去畫 這個Neuron出來的值 會長什麼樣子 會發現是 有這五條線 那 可以看到就是 我放2 我全中如果比較大 是2的時候 它的黑色線是比較抖的 我全中如果是0的時候 它就是 不見了嗎 沒有 不會去改變它嗎 它的那個 p 這怎麼動都不會改變它嗎 全中等於0 是不是就等於說 那個Neuron 不見了 沒錯 所以我們 我們 前面都講很保守 講說我們加了這個term 這個Regularization的term 去限制 權重的大小 其實就是在講 讓權重變少 讓Neuron變少 是有一點等效的味道在裡面 那讓Neuron變少的話 會讓你們想到另外一個 Drop out這個效果 所以它們其實都是有相關的性 只是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Regularization 它在變的時候 它不是直接讓整個Neuron變不見 它是讓Neuron裡面的 有很多個權重 因為一個Neuron 它看前面一部有多少 究竟它有多少 究竟它有多少 究竟它有多少的那個 位置 它是讓它一部分不見 一部分不見 一部分不見 比較不像抓不到是 砰 整個就不見了 OK 那接下來要提的議題是 我們要怎麼決定這個α跟β 那這本書有提一個演算法 就是可以決定它 那提這個議題是 先提那個 它會提到一個 背叶生的那個framework 在背叶生的framework 底下去推導出來的一個結果 那這邊先講一下 背叶生的那個理論 就是 這邊這是一個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就是B發生的情況下 B已經知道發生了 A發生的機率 可以寫成後面這個顯示 OK 這裡沒什麼問題 那 背叶生的一個好處就是 有時候我們會被一些直覺性的機率 給誤導 所以他這邊舉一個例子 我覺得這個例子很棒 就是他說 好 今天有一種病 那在全部人之中 會得這個病的機率是1% 就是100個人 裡面只有一個人得這個病的機率 這一個人 就統計下來這一個人 然後他說這個80%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如果你得這個病 然後我又偵測你有這個病 的機率是80% 好 然後 有10%是 你沒有這個病 你沒有這個病 但是我卻偵測你有這個病 的機率是10% 所以今天好像感覺 我們看到這個80% 他這80% 我們再回 再想一次 他講的是說 你有這個病 我偵測你有這個病的機率是80% 所以會覺得會有一種 潛意識的直覺 會覺得說 我被這個檢測 檢測出來會有艾滋病 我就有80%會有艾滋病 好像 會有這個錯覺 這個誤導 就我自己啦 我自己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真的是這種情況嗎 這個80% 其實他講的是 你有這個病的情況下 我偵測出來 你有這個病的機率嗎 但我們關心的是這個機率 我們關心的是這個機率嗎 其實不是 我們關心的機率是什麼 我們關心的機率是 我被檢測出來有這個病 但是我到底有沒有這個病的機率嗎 是不是有點老口 就是其實 如果 這個 有這個病的機率 然後檢測出來有這個病的那個 有這個病的情況之下 檢測出來的 然後檢測出來給你講 你有這個病是80% 是在這邊 但其實我們想要知道的 是這個值 我們想要知道的是 我被檢測出來 我已經被檢測出來 但我實際上 有多少機率 是真的患有那個病嗎 是在這邊 OK 那 如果把這些數字代表 代表進去算 會發現 就算那個 那個試指 在你有那個病的 準確率是80% 其實你得這個病的機率 只有7%而已 有去吧 其實只有7%而已 主要是因為 為什麼 主要是因為 原本有那個病的機率就很低 就是這邊其實是1% 其實這邊是1%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會帶到一個就是 鮮驗機率 所以它其實 這個 被驗生這個理論 它其實 裡面每一個 一個Tender它自己的名稱 就是 這邊叫後驗機率 就是你在這個情況下 你已經知道我 後來的機率 然後 另一邊就叫 Positorial probability 然後 這邊這個叫先驗機率 然後 叫 Prior probability 然後 這邊叫 我忘記的中文 它的英文叫那個 Likelihood Likelihood 我忘記它的中文了 然後下面這個就只是一個 我們來出現的Tender 或者你可以講 它是 B的先驗機率 OK 那 對 有興趣的人 可以去研究一下這個 這個 就是他們會看 像我們 我們那個 貝葉生 在Machines裡面 在講那個 Machines裡面的一個很 傳統很古老的演算法 那個 貝葉式分類器 它就是 基本上就是 也是貝斯昂這個出來的 好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它那個 演算法的 framework 它先講 OK 它先 它分兩個階段來講它 好 第一個階段呢 第一個階段呢 它先用我們剛剛講的 貝葉斯的那個 Seary 去整理出來這個 這個形式 那這個形式 這邊的主要物理意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 就是 第一是data states alpha beta 是我要 我要找的那個hyperometer 然後n是model structure 以致的這個情況下 我的權重 的probability 就是我希望 我要知道我權重 它的probability 希望它可以最 它希望 在 希望它可以最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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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不知道 上面這兩個term 這幾個term都是幾率嘛 那我就先 我不知道上面 它的幾率是什麼 我就先假設它 假設它這邊有點像 高斯的這個形式 然後 這個dataset呢 這邊這個dataset 這個term 是什麼意思就是 我知道我的權重 我知道我的beta 我知道我的模型 我的架構 我的這個dataset 出現的幾率 我的這個dataset 出現的幾率 就是我 模型是這樣子的情況 而模型長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對應到的 真實的dataset的幾率是多少 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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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邊把它 假設這個幾率就是 根據我們的 那個 dataset的那個error來決定 如果dataset 如果我的模型 跟我權重 全部都決定了嘛 但是我error很大的話 那是就代表說 我的真 我的真實dataset的情況 是很低的 所以它把error 放到高斯堂數的那個 那個 那是displanetual decay 蛤 displanetual decay不是高斯 我知道 我說它是高 有點像高之形式 沒有不一樣 那個高是peak displanetmck 是 你的地方才會是最高 就是往下 沒有 所以它才會是那個 OKOKOK ED裡面是什麼 ED裡面是什麼 ED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影響 sum sum square 所以裡面的平方向 對 應該講到平方向 有沒有回答到問題 我們回去看看ED是什麼 我要用它的意思 它是講說 這個是 isplanetual 一直往上衝走 對不對 沒有其實如果它是負 它是一直BOOM下去 它不是一個高斯 這樣上去下來 那我們看一下 其實不是 它不是ED來畫圖 它是用 它的ED是 好這邊有 ED是這個 是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它是個平方向 有沒有 它是平方向 所以 看 它是一個 所以它是高斯 它是高斯沒有錯 那其實 其實 你今天換不同 我為什麼說 但是你不能正在講 它是高斯 因為今天如果 你用不同的error 你不用那個 sum square error 它就不是高斯 OK 但是如果今天 是sum square error的話 其實它是高斯 它就是一個高斯項 它就故意用高斯項 高斯的那個 函數來 當作它的 probability 然後 好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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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這邊呢 這邊 像是它的 x的先驗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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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α跟m知道的情況下 我的x的先驗幾率 就是我權重的先驗幾率 我假設我的權重越大 它的權重出現的 權重的值是越大越小的情況下 我去假設這個權重的幾率 出現的幾率 那一樣 我用高斯的函數去模擬它 那個 假設它 那 所以它這邊的ew 就是我們的L2項 就是 權重的平方嘛 那是不是 又變成是那個高 就變成高斯項 所以 剛剛我以前就講一個問題嘛 就是 我們的L2的Regularization 是Based on什麼的假設 就是Based on 權重的先驗幾率 是高斯函數 OK 那 那L1呢 L1這個 那個函數比較少聽到 L1的話 L1的話 L1是不是就是 只是w然後沒有平方 那個函數 那把它 那w沒有平方的話 那個函數 它也是一個 它是一個叫做 那個 Lapper 它是 Laporation Distribution 所以 所以 如果 各位有機會 面試遇到這個問題的話 就會 對 我那時候沒有回答出來 回答不好 對 希望各位不要犯錯 就是 就講說權重的先驗幾率 一個是假設是在高斯函數 一個假設是Laporation 就這樣子而已 沒有什麼太難了 其實知道這個絕海 但這只是假設 因為沒有人可以給你保證 權重 它的分佈情況 就是高斯分佈 也沒有人可以跟你講說 權重的分佈情況 就是Laporation Laporation Distribution 好 然後 那 這個剛剛 這邊已經被假設出來了 我就可以把它帶回去 帶回去之後 就會發現 我如果今天 想要找 想要知道我 X 這個權重的幾率 我希望 我希望 X 因為 X是固定的 那我希望我不同的 Alpha跟Beta 去決定的值的時候 可以讓 X的這個 真實情況 X的值的幾率最大 所以它是一個 怎樣子的優化 它是一個 這邊這個形式 是有點像是 那個 Likelihood 所以它是一個 maximum likelihood 的形式 所以它就是只要讓 這個值最大 越大越好 那這邊值越大越好 看等號的右邊 就是這個值越大越好 那這個值越大越好 有沒有發現 因為有加一個符號 就是裡面要越小越好 那裡面要越小越好 就是講 X要越小越好 所以其實到後面 其實 等效而來講 就是希望我的Lost function 越小越好 我的 權重選擇的那個 機率就越大 就會越大 然後其中裡面的Beta 它其實是對應到 我們資料 我們資料來源的時候的那個 noise 它是反比的 然後Alpha 是對應到我們的 是對應到我們的 那個權重 我們Alpha 本身對應到我們 是我們的那個 先驗機率本身的那個 Variance 也是反比的 就是Alpha越大 我的先驗機率的 Variance就會越小 對 對 好 然後再來 再來 它這邊 剛剛前面是 前面是 我希望可以知道我 怎樣的Alpha跟Beta 怎樣的情況之下 我的X的機率會最大 我的權重機率會最大 然後這邊變成是 我希望我可以知道 我的Alpha跟Beta 怎樣的情況之下 它的機率會最大 那它這邊有一個很複雜的 數學的推導 那我就先Rae過 然後推導完出來 推導完出來之後 會發現我的Alpha的值 是是這樣 Beta的值是這樣 其中上面有個Gamma 那這個Gamma 這個Gamma 它的形式是這樣 那它本身有一個特別的意思 叫做 Effective of Parameters 那就是 它的等效的 neuron的個數 所以今天我的Alpha跟Beta 決定出來的 好的Alpha跟Beta 其實在決定的過程中 它跟我的等效的 那個neuron的 那個 的數目是相關的 所以就是今天你Alpha 決定出來之後 其實你也可以 有Alpha也可以回推這個 這個也可以回推這個嘛 所以今天如果把你Alpha知道了 你其實可以大概知道 你其實可以大概知道 我 我讓多少的neuron消失了 你選了怎樣的Alpha 等於你讓多少的neuron消失了 那這個N就是總共的neuron的值 OK 所以N減掉後面 這個就是 我有效的值是這些 Alpha這個值 講錯了那個Gamma Gamma Gamma這個值 然後就是Gamma的另外一個形式而已 就是它去把那個 我們那個LoseFunction的HatiumMatrix 抓出來之後 把它的那個特徵值給算出來而已 然後也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表示 所以它整個要怎麼決定Alpha跟貝達的步驟呢 因為前面只是講說 前面就是理想情況之下嘛 就是我 我的 我已經走到 我已經 我已經權重是 可以在我的那個 那LoseFunction最小的情況下 我的Alpha的值嘛 我的貝達的值 長這個形式嘛 所以這次已經是 已經是那個 的一場情況之下 那如果我今天要去 慢慢推估出來Alpha跟貝達的值 它的 它的形式是怎樣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就是先random的去 或者是initialize 去決定Alpha跟貝達的值 如果我不知道Alpha貝達的值 我就先隨便給它個值嘛 然後我的Gamma的值 就先給它N 好 那Alpha貝達 嗯 決定出來之後 我就可以 我的Alpha貝達可以放到這個 裡面去算我的LoseFunction嘛 那去算我的LoseFunction 去算我的LoseFunction之後 呃 去算我的LoseFunction之後 我有LoseFunction之後 就可以去算這個 那個HashMatches嘛 HashMatches就是 嗯 兩次的那個 就是這個嘛 就在這邊 所以如果我有Fx 就可以去算 HashMatches 然後算出來HashMatches 算出來HashMatches 可以決定我的這個 Gamma 決定完我的Gamma之後 再帶回去 算出新的Alpha跟貝達 然後 然後再走回來的步驟 再把新的Alpha貝達 放到這邊來 再去算一次 然後記得這邊 還要再去做一次那個 LoseFunction的那個 優化 優化完之後 再算我的H H 再算我的R Gamma H算出來 然後Gamma 然後再一起去疊代 一起去疊代 疊代 疊代 然後這邊也是 它有講到說 就是我的Early Stopping 跟我的Regularization 它其實是 兩個是 有等效意味在裡面 但是它裡面有去證明 它證明出來的結論呢 就是我的 我的形式會長這樣 我的Early Stopping 在DK式訓練的時候 的權重是這樣子 然後形式在 等式的右邊 然後我的Regularization 的形式的權重 最好的情況下 我的X權重 是長這個形式的 所以會發現 如果兩個式要相等的話 就是 就是它的M要一樣 然後它後面就會推導 推導出來之後 就會發現 我的Alpha K 會等於 約等於 就是Low分之1 那這個Low本身就是 Alpha除以貝導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的Alpha是3 我的貝導是1 那Low就是3 那這個Signature就是 6分之1 那這個Signature 6分之1的情況之下 我的 喔這邊的Alpha 可能會讓你們誤導 這個Alpha是Learning Rate的意思 那我的Learning Rate 如果是 12分之1 那等於說我的K就是2 所以我如果今天選擇一個 Renning Rate是12分之1的情況之下 我訓練兩次 其實就等於 我的Alpha跟貝導是3跟1 的意思 有這個效果存在 它有去做 等個等 它有去做它的那個推導 對 所以這邊覺得蠻有趣的一點 好那 就結束了 那最後再拋出來兩個 就是剛剛 我 拋空一開始 那第一題就已經講過了 就是 它是Base 就是我的 權重的先驗幾率是 高次函數跟 apportion函數 那 再來第二個是 它今天竟然提出來說 我有一個other room 可以決定我的 alpha跟貝導 那 那為什麼 好像沒有什麼 聽說 那聽說這個 這個framework 這種用法呢 它的實用性都不高 可以查掉 可以查掉 有沒有人做出 做出一些資料 讓他們查 查什麼 就例如說 什麼alpha data 一般我們也不會這樣算 可是它不同的AX值 它就會算出不同的alpha 不同的datasets 講錯了不同的datasets 你算出來的那個 值會不一樣嗎 你對它甚至如果不一樣的情況下 它那個hation function就會算出來 hation matrix就會算出來不一樣 我自己覺得 只要提到hation matrix 基本上就是可信性就會非常低 因為根本沒有人會去算 每一個權重的兩次微分 這不可能的事 那個計算量太大了 如果可以這樣算的話 我們前面題章就有學過 如果可以這樣算的話 就可以直接去做一些很好的 很好的那個optimization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本身它的可能性不高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這邊有一個 要去算hation matrix的這個步驟 因為你要等於說你要去算 你要去把我的loss function 去做兩次微分 那這本身是一個 沒有一個解析解 或者沒有一個方式去做好的 有一個最大的方法 那個inverse matrix 就是說 因為有時候 那個inverse本身的存在 對 這也是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點 就inverse本身它也是一個 N三次方的 那個time complexity 所以本身它也很難做 對 所以我記得 基本上我覺得可能基於這兩個原因 所以我們可能平常沒有什麼聽到 為什麼有這個演算法的所在 我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在食物上 regulation這個做法 這個常用 就是很抓網 就是食物來的其實 好像有種學的功能 就各家的朋友 可能會有個基本上 會有明顯 有 你是可以不知道 但我不是不知道 就是在食物上 可以用的 然後裡面他們真的會把regulation 放進去 因為現在地面都很裡面 因為我後來發現好像 我以前在學的時候 常常會知道這個技巧 就是在玩Toy的這個champing的時候 會用 可是我到工作以後 我幾乎從來沒有聽過 有人在講他訓練model的時候 就不會有可能 只是我不知道 這是因為剛好我碰到的情況 還是說 你是數據多啊 對 你可能數據夠多 但是應該是說 對 因為可能我們所處的環境的team 裡面大家focus 不在建議新的model 而是用別人的model去做優化 所以他的 Rose function 那些可能都是原本就是決定好的 所以我們可能就不太會去談 所以我只是好奇說 我不曉得 在大家經驗裡面 真正去建議的模型裡面 真的會去用regulation這樣的技巧 來達成範圍 不過如果以我在開發公司的三名 早期我有用 但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用是因為 我們現在導入的方法 讓整個資料複雜性 變得高了好幾個數量級 所以就變成說 這個regulation可以在這邊的 就已經弥補掉了 就是我感受到的 其實也是因為他們知道 就是說 他們就是我在手上看到 他們去解這種方法的問題的時候 它其實大部分都是data cell的增加 作為第一 我們其實並不是在data cell的增加 而是增加資料的複雜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那個mix up smooth neighboring 這些都是 因為它那個原始的目的 不見得就是 就是跟那個regulation 它有可以達到類似的效果 包含drop out也是 drop out它的效用 就跟L1的regulation 它的方法不一樣 但它本質的 它的道理是一樣的 它就是讓那個 那個node 就是沒有作用這樣 在這個概念下面 它們兩個方法 或許不一樣 但是概念是一樣的 可以講嗎? Tension裡面不是會有那個multihead嗎? 那multihead的時候 有時候它有一些back 它會把multihead的那個 就是QK那個 每個都會 你要強過他們的那個位置 要不一樣 就是 不必要要互相存 它們就加一個層 就這樣 就這樣 regulation 然後它們把那個 每一個那個位置 然後拿一個 那個data 然後把它畫到後面 可是這個 這個用途 因為它們希望每一個位置 就是相不簡單 對 這個有用到 可是 Tension的話 這個 我剛剛說的就是說 就是 業界有沒有人整理出 這個範圍大概在哪 然後 反正我們也不常去照這樣刷 可是你真的要用的時候 我看那個什麼 國分黨他們都會丟一個數字 他都會講一個 可能0.01 1 你說那個initial learning rate 對對對 這個也有 但是我忘記他講多少 他也會講一個數字 然後 什麼也是加0.03 我 我是忘記實際數字 但是他可能有個範圍 或是甚至有人給過人列表 就是 可以查點 這樣就算 的話 就是 用香蠟絲那種方式 好像我就包吟解法 就 把他一個 當是channel的 嗯 語音學的initial learning 比較難說 有一個官方客觀的 一個數字 因為 不同的應用情境 他會有一些不一樣 包括你的data 然後你的model 你的intual output 都會對這個影響 但是 有一個 這個 基本是絕對一樣 就是他不會太膽 就是這本書裡面講的slow learning 反正他的原理就是說 你到那個data 你衝太快的時候 你可能就 overcores overcores 對對對 就是 沒有 剛好停在那個data 然後 衝過頭 這為什麼 那個 initial learning rate 不能太大合約 那 再來就是說 每一個step 而不能太快 那 每一個step 要增加多少 那就是 gray descent 加 back rotation 再算出來 那這邊的這個是 這兩個參數是 他 主要就是 make a regulation 他的那個效能 我想他最後導出 就是 我之前沒有 在讀這張之前 我沒有特別去 關注 就是說 他的這個 Gamma 算出來這個 Gamma值 就是 effective pronounce operative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 很好的一個reference 反正在近幾年 在data 的研究領域 並沒有人 朝這個方向去做 各種 在做 那個 模型縮小的 像 我自己本身 沒有看到 有人朝 這一張的這種 方法 在做 那我覺得這個方法 可以 變成說我們以後在 縮小模型上面的一個基準 那 我覺得這方面可以 如果有興趣 可以直接 去 去探究 這個 這個 主題 就是說 你模型 可能 過於 複雜 那 模型太大 基本上 那個 不管是在訓練 還是在 導入 他 他那個 計算時間都會相對的 比較長 比如說像 這個 Portable 手機 那 所謂的IoT 這個 模型都不能太大 那 原本在SERVER TRAIN 模型 它的結果 不錯 可是 它的模型太大 並不適合在這種 小的 模型 那 這樣的一個 方式 我們就可以去知道說 這個模型 事實上 說到多小 是可以跟原本的模型 差不多 嗯 你問一下 就是 順途這個 Jason講的東西 其實 在那個 我們在把大的Model 然後做壓縮 到那個 手機啊 或是ALD 其實比較常用的技巧 反而是 一開始講那個 Pruming啊 解枝的那個東西 那 我最近看那個 呃 李教授 他一開始在講 Network Compression的東西 其實都在講這一塊的東西 就是在講減詞 減詞 減詞 把那個 比較接近0或是0的 0的 對 給你拿掉 這樣子 然後 讓那個 Eccency 結果他一直Drop 對 這樣子 那我覺得 那個 比較像是實驗出來 看到的 Try Error 對 那這個是感覺是 就是從 從數學理論上 所以 可以得到 比如說現在那個 那個 那個 Risual Neural Network 那個 殘殺 神通路 他中間不是有那個 Risual Block嗎 那那個 他要多少 repeat那個Block 我覺得就可以套 套用這樣的方式 去 他的Risual Block 事實上是可以 可以說到多小 就可以代表整個Dataset 為什麼要把那個 幹嘛叫做 Effecting Number 有一些真的是 沒有用 但是我們也不知道 你說 這個幹嘛要叫做 Effecting Number 我覺得他這個 他 我自己覺得 對的啦 他在定義這個 參數的時候 他把整理出來的上面 他發現下面這一項 發現下面這一項是 我只是把我權重 EW嘛 就在A個狀況之下 我把我權重全部相加嘛 那本身我權重全部相加之後 他是一個固定的值嘛 那所以上面的這個 我們就 越大的話 他是代表說 越大的話 是要我權重 我權重跟這個相處的這個HP值 就會越大 那我覺得他本身就會有代表的是 我的模型的複雜度 那 他裡面有一項是H的這一項 所以他這邊有一個TR這個 他其實 我的權重越多的話 我的HM是不是就是 越大 沒錯吧 那 不管他裡面做Inverse 不過這邊有個做Trance Trance就是 對角線相加嘛 對角線相加嘛 所以等於對角線相加 那本身他也有neuron 個數的味道在裡面嘛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定義的問題吧 我猜啦 他把他定義成 他是一個 可以代表我 目前neuron 那個定義問題 這我不真的確定 這我不真的確定 那我想再拋一個問題出來 既然他後面說 Early Stopping跟Regular出現是等效 那我是不是用Early Stopping就好 還不用一直訓練訓練到後面去 然後還要加一個參數 然後又有權重要訓練 應該都 都是用Early Stopping嘛 現在 對啊 因為我自己 你剛剛問那個問題啊 我自己實務上面的經驗是 如果我加Regularization的話 他就 他就是 這邊這個圖嘛 他就可能 他就只是 可能不會上去 他只是這樣子 一直往這邊 平平的這樣走過去而已 他也不會跟得下去 我自己的經驗啊 所以 所以我覺得他 後面講說 他們是等效的 我會有 我對這個方面比較感應 欸 難怪他沒辦法下去嘛 因為 其實你就是 在這邊就挺的意思了 我有這種感覺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 他等效 難怪他不會下去 可能有這個味道在裡面 但是 就是因為這樣 不要用Regularization 也 我覺得他可能還有其他優點 就是像 剛剛 您講的那個 您說可以把一些 權重是0的 把它拿掉嘛 比如說去計算它嘛 那如果我 如果我今天 做Early Stopping的話 那些權重還是在嘛 但是如果 我做了一個 選擇那些權重 用L1的時候 會一堆Neuron變成 會有一堆Word變成0 就可以拿掉了嘛 對 所以 Maybe 可以讓他 我 我在讀 我以為他講 等效的概念 不表示 這個樣子 也是一樣的東西 我 我理解是說 他的等效 概念 只是講說 在半化這個通面上 他們大概 都有半化這個效果 但是我覺得 不同的DataSale的情況下 可能不同的方式 做出來的效果 應該 可能不一樣 好 我自己是有查過這個問題 就是 Early Stopping 跟Regularization 他們是等效 那我要選哪一個比較好 其實外國也是在討論這個問題 有人也是講說 基本上 你不用特地用Regularization 去替換Early Stop 但是 Regularization 他有其他的功用 對 有人在討論這些東西 對 可是Boss也對誰說 我也是會 我也是會投 Early Stopping 選票 你會投那個 對啊 你這一個 Early Stopping 有一點 太 Bade 有一點 模擬兩可的感覺 說不定Early Stopping 有時候你以為已經Stopping 但是其實還沒有 他只是很頻繁而已 然後 他後來就掉下去 有沒有人知道 我不知道 我自己在做的話 我會 Train一個比較長的 然後 在Train的過程當中 會 他的那個 就是參數座圖出來 然後參數座圖 你就可以 其實我 並不只看 Velitation Error 我也會看 那個 Condition Matrix 這要做分類問題 所以那兩個參考 所以 當我做一個比較 長 長維度的 EPOC的時候 從圖上 我就可以知道 在這樣的Train Set 這樣的模型上 在什麼位置 他的結果會相對是好 有些人會 每一個EPOC都會把那個參數存起來 那我是沒有這樣做 我是會取每一個固定的點去存 那 因為我有做那個Rerune的機制 所以 我知道最好的點在哪裡 我再從 平靜的 他短回推 那個EPOC 再Train Out的一點點 當然 會跟原來還是有差異 每次他在做Shuttle 毫宜 亂訴 所以 不會跟原來因我一樣 我想 應該 不會有那麼 很顯著的差異 他會小程度差異次一定有 這是我一般在操作是這樣做的 就像講說 就的確有他講的Case 你在這邊看起來好像他已經是 就是 我是沒有看到這麼戲劇性的 而這樣 低起來又這樣子 就是他可能這樣這樣 然後 會有一段時間 就上上下降 可是他可能會再幾次 十幾次之後 又下去一點點 會有這種情形 所以 就是Early Static 跟你們的參數 Mature ID 應該會很大的關係 就是你參數要怎麼繞給他 對 如果你是只是 高選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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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一般 你在簡單的 訓練方法 我舉個例子 我有用過 一個 所謂叫Schedule 它叫Cosine Binning Schedule 它會 LaneRay 乎高或是低 也不是乎高 就是 依照Cosine 的週期 從高點到低點 然後再高點 然後 我在服務上 會做兩三次 那 在這情況下面 你的LaneSite 就因為 LaneRay 高低 它還會 降下來 再升上去再降下來 所以 所以 並沒有辦法像書上講 這麼 一翻兩瞪也 找一個最低點 後面就不做 而是你要看一個更長的 然後再回過來看 真正的最低點 到底在哪 像我剛才講的 那個Cosine 它的LaneRay 就不是一路下降 但是 由 你色的值 一直降到0 然後再回到你色的值 再降到0 就按照Cosine的曲線 然後以你的epark色的次數 這樣聽起來就是Early Stopping 要嘛是 像剛剛就先講的 就是先Chain一個比較長的嘛 然後再回 再重Restream一次嘛 對不對 就 這樣子 因為我有做圖嘛 對對對 你有做圖 我就知道 它記得上 它最好的曲線在哪裡 對對對 那因為 我有 前面的epark 比如說 假設它在第124 是 是 相對的那個 數據是最好的點 那我可能 從第110次 再Chain到第100 去取 比如說 從1105 取到125 這樣 重新再從0開始 Chain到 沒有沒有 因為 我不曉得有沒有做 你 一般 我有做的機器 我會Chain到一個點 然後比如說 對 把參數 我下次可以從這一次 往後Chain 好這叫5分 對 很厲害 OK 那我覺得 如果要比喻的話 Eat stopping 像你剛剛那樣講 我過頭了 然後我就讓回去這樣子 然後Restream的限制 OK你過頭沒關係 然後你還是 你就只是會 停在這邊這樣 對 Cross Regulatization 好像會比較像是 它不會上 它也不會下去 它就停在這邊 這樣子 我自己做 Regulatization 它是停在這邊 就好像提早做2SW 我之前就很久 Restream 它是真正的有在做 有在Penolize 那個 那個 拳奏 你知道嗎 所以它那個 就是那個手走點啊 應該還是也會有 只是說沒有勾上去 這麼明顯 對啊 有做的話 它就比較不會馬上衝上去 因為畢竟就是 它會馬上衝上去 就是因為有over fitting 它就是這邊讓它阻止 over fitting 它就比較不會先上去 它一往其他地方走 就把它拉回來 所以它就會就變 但是它 一直圈一圈還是會上去啦 如果我做 Regulatization 因為通常情況下都是 不會變得更好 但是它只是延緩它 over fitting over fitting 的時候而已 我自己的經驗 延緩它over fitting 的那個時間點 但是它不會跟人家下去 這麼完美這樣子 很少 對 沒劇過 好 那我今天報告在這邊 直接說 好 謝謝 謝謝